我车子都开了四五年了 从来没关我过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刹车油什么 我开的挺好的 没问题 为什么要换 我浪费钱 当韭菜 但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东西就有点是赌运气了 就好像吃过期食品 你不是说你过期了一天 你吃了必定拉肚子 对不对 你也许过三天也是没有拉肚子 但是你每次都是吃过期食品 你能确保一直都没问题 严谨的人来讲 决定刹车油是否要更换的 不是时间或者是行驶里程 而是什么 含水率 重庆交通大学李毅 有一篇硕士论文的 基于电参数的 自动液含水率检测方法研究里面 他讲的 造成自动液失效的主要原因 是混入了其他液体 那么大部分情况是混入了水分 自动液吸收过多的水分 会导致费点降低 高温的时候 自动液就会快速气化 产生气泡 这个现象是有一个 比较专业的学名的 叫做自动气阻 它会导致我们的刹车产生延迟 那刹车系统本身是液压的 那液体它不容易被压缩 它就液压这么推过去了 对不对 但气体它容易被压缩 那相对来说 这个效果就差了 然后中间还会咯噔一下来 就像吃饭 隔打一个隔 一下子咽的不顺了 举个例子 本来刹车油管里面都是油 你这边踩下去 这个油一挤 右边就有反应了 就被推过去了 是不是 现在有个气泡了 你踩下去油往前面一推 嘿 前面那段是气泡 气泡要被压扁 压扁再去推油 再往前面 那你的刹车就有延迟了 就相当于你刹车迟踩了两三秒 这还是往小的来说了 所以说如果刹车油里面水分超标了 真的是要换了 那么两年4万公里 其实也是厂家设计的一个参考周期 来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含水量 或者叫做含水率的 因为这个刹车油 它的含水量超过4%的时候 它就到了产生气组的零件之来 一定要换了 而正常的情况 刹车油大概每年会增加1%到2%的含水量 但这个只是大致范围 并不是说刹车油 每年一定会增加2%的含水量 没有那么准的 而且不同的人开不同的车 在不同的环境 那肯定都不一样 刹车频率也不一样 有的开了4、5年 这刹车油的含水量仍然没有超标 那继续开 如果其他的这些化学性能 也没有衰退的话 有一定的道理 可以继续看看 但是定期检查 你还是非常有必要 那反正我自己 是以前车子比较便宜 我也不心疼这个钱 就直接换掉了 现在车子稍微贵一点 那我老老是去检查一下 换一下这个大几百也是痛的 那第二种说刹车油不用换的朋友 他这么讲 这换了之后 反而觉得刹车没有以前好了 你换它干嘛 越换越差 你换的这种店里面的这种刹车油 怎么可能会有原厂刹车油好 那一般这种情况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还真的就是换到了 劣质的刹车油了 你真的是外面没换好 市场上的这些劣质刹车油 不算少的 参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1年发布的 道路交通产品质量 国家监督抽查情况通报 全国各地 155匹次刹车油产品 发现25匹次产品不合格 抽查不合格率16.1% 那这些不合格的地方 主要是运动年度 蒸发性能 这两个东西不达标 很可能会导致 自动迟缓或者是失灵 你要是不小心换到 这种刹车油了 还真的是不如不换 第二种可能是换的时候 操作不规范 统一润滑油官网上面 他有提到 如果在更换刹车油的时候 没有排干净空气 空气进入刹车系统里面 它也会影响刹车的性能 其实和我们前面讲的 气阻是一样的 前面是因为它有水 温度一高 它气化了变成空气 这回倒好了 直接空气在里面了 都不用气化了 有可能我们第一脚踩下去 觉得太软了 隔一会再踩第二脚 第三脚的时候 又可以了 这个时候 你也会觉得 换了还不如不换 所以总的来讲 虽然确实是有超过更换周期 也没有问题的朋友 甚至数量还不少 但我还是推荐各位朋友 你最起码最起码 你定期检查一下中心 而且你就问他很专业的东西 我这含水率怎么样 你让师傅拍的照片 一般上面都有刻度的 拍的照片发给我 超过了我坏 没超过你不要坑我 对不对 毕竟这个刹车失灵 这种东西 又不好后悔的 在发生之前 你都觉得无所谓 真的发生了之后 也没有机会后悔的 是不是 而且刹车油 你真的想掏钱 普通的驾用车 真的也不是很贵 200块钱差不多了 我觉得省钱 最好不要省在这个地方 我宁可少洗两次车 我也把这个刹车油给换了 那么按照保养周期 这么按时的来操作 稳妥 没有问题 和系安全带一样的 我车机很好的 我没系安全带 开车也没有遇到过意外 什么意外 意外意外意外 意料之外 对不对 等到受伤了 真的是吃不消的 我有一个朋友 坐在副驾驶 他就是不停 就是不系安全带 是不是 他在坐别人的车子的时候 小区楼下 10公里每小时 不小心蹭了一下 整个人额头 撞在前挡风玻璃上 10公里每小时 都是想不到的 刹车油也好 机油也好 其他配件也好 按照保养手册 老老实实的来 我觉得都是稳妥的做法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